保持甜美 保持元气 偶尔调皮 赵路斯一向以甜美著称 然而犹豫一则骑马花絮 他对无垒破口大骂MLGB 你有病吧等粗口画面曝光而人设崩塌 你妈的个病啊 你有病啊 你妈的个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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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胎妹》麻辣姐 95年后的新生代演员中 赵路斯的存在可以说是清流般的 28岁的他几乎一年至少三部剧 除此之外 他的演剧更获得大众好评 凭借一系列作品 他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与人气 出道仅5年的他就获得不错的成绩 注释让人羡慕不已 2017年参演武装言情剧《粪球皇》 从而开启了赵路斯的演艺生涯 直到2020年 迎来了事业的高分级 接演了古装言情剧《传闻》中的陈千千 由赵路斯、丁雨虚领衔主演 从此后赵路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该剧讲述了《花园城》 陈千千和《玄虎陈寒硕》 从针纷相对到携手 化解两者性别观念冲突 最终领悟了爱情的真谛 属于较轻松欢快的浪漫故事 之后的《长歌行》 虽然是由迪丽越八 吴蕾领衔主演 但是在戏份上 女儿的赵路斯绝对不输 与柔与宁更是有许多对手戏 该剧根据夏达的同龄漫画《长歌行》改编 讲述了李建成之女李长歌 在内庭身变后侥幸逃生 女伴男中隐瞒身份后 在复仇中逐渐成长的故事 殿下说恐将病气过给公主 公主探望阿帝 你怎敢禁远 若是耽误了太子病情 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丢 奢起赵沃森 当然守不了且是天下 你也不是曾经的黑狐狸了 你现在是承担着雍州重任的世子芬兰西 由洋洋 赵沃森领先主演的古装言情剧 该剧根据清灵夜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被江湖人称白分黑西的芬兰西 和芬兮营经历朝堂变换后 灰影山林共度一身的故事 与吴磊合作的古装家族群像剧心悍灿烂 该剧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 心悍灿烂 性甚至灾 讲述了被负沉重绅士的少年将军林不宜 与父母长期征战在外的留守少女陈少商 在无数次考验中互相质疑 相伴成长 坚守内心的正义 并携手化解家国危机的故事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林将军 今日之事都是林将军 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 我自己回去便好了 你自己回去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 不久前才上映的《头头藏不住》 由赵路斯 陈哲远 领衔主演 该剧根据主意的同名小说改编 因为之前说这个字是 我之前是让你不要自己做主张 我让它像木头一样了吗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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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金家的书房你帮我看一下 别着急 讲述了段家序与丧志之间 青春甜蜜的爱情故事 赵路斯的骂人事件爆发后 更有网友挖出他曾经霸凌同聚男演员的行为 先是在传闻中的陈千千被追忆用针扎冰雨昔 不过 后来男方又出来否认事实 随后再抱他在一不小心捡到爱 与男主拍摄长戏时 被网友发现他的腿已经碰到男主的下体 而且男主的脸色也变了 认为他有职场骚扰的成分 最让网友表示难以接受的 便是他喷辞肖战这件事 在2022年时 网友爆出了这样一张截图 其中便是赵路斯在自己的社交号中表白肖战 随后便秒删了 随着这件事的发酵 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从一开始的甜妹 逐渐变成现在的茶姐 但不管怎样样 赵路斯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目前还有一部带播的身影 小伙伴们 这次可要看清楚画面哦 赵路斯也会被你们抓到了什么